社會消息方面要帶您來關心的是 位於河陶市的李新華翡翠金城珠寶店 昨天下午發生了搶匪持槍 企圖搶劫的案件 由於店內的保安人員應對得當 最終搶匪的企圖未能得逞 現場也沒有人員受傷 目前警方正在對案件進行調查 希望儘早將搶匪棄補歸案 此案發生於昨天下午4點30分左右 根據珠寶店工作人員的描述 當時有三名頭戴面具 手持攻擊型槍械的搶匪 意圖進入珠寶店內搶劫 並連開竖槍 而珠寶店的保安人員 發現試探後及時還擊 並採取了有效的應對措施 我們的保安有兩個保安 有看到他們 有停掉他們 所以他們進不來 他知道我們保安要槍 所以他們跑掉 三個人 由於應對的當 三名搶匪被及時阻擋在了 珠寶店外 根本沒有機會進入店內搶劫 因此珠寶店沒有財產損失 也沒有人員傷亡的情況發生 會有準備的 我們跟我們保安公司有準備 先有安排 先有想好 如果這個事情發生 我們怎麼處理 這個事情發生怎麼處理 我們最主要是 這個客人跟我們的員工的安全 我們的安排會讓到 壞人不可以進去店的 所以我們都是有關門 在一樣的時間 就在這個保安會停掉 他們可以做進行 所以我們都是算 其實昨天這個情況是不好 但是這個效果實際是 對 都是算好的一點 由於搶劫未成功 三名歹徒隨即駕駛一輛 白色Chevlet汽車逃跑 而警方目前已經針對此案 展開調查 根據初步的判斷 此案可能為慣犯所為 因為警方就算看我們的影片 我們看看有沒有哪裡幫手 他們有感覺是一般黑人 是一般人的 是去不同的聚保店 都是這般人是去打擊的 所以他們有一些想法 他們會FBI也有加入的 這個Ele County Sheriff's Department 也有加入的 所以都是好多警察都知道的 所以他會處理的 這是《落城市吧台》晚期新聞 宋曉雲在核桃市的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